是可以的 所以是30坪左右 對他們來說是願意進場 那你就可以拿去算一下 你家的屋頂大概 你不要超過30坪 因為你還要課通課信 像講的圈內大腳 為什麼台灣不發展 讓自己可以去 或者是說世界的這個綠電 發展局勢沒有去發展那種 就是自己你就可以 比如說我就三片就好啦 我只要我三片 我就是可以當一點忙啊 那我就三片我來足能啊 我來做 其實我們很想推這個 我覺得其他國家有講 像我常常看到澳洲英文 一家那是鞋屋頂 鞋屋頂通常表示你只會蓋一邊 通常如果你像男的話 就是像男的那一邊 然後如果你吃東西 像你可能就不是很適合蓋 雖然通常是蓋在 適合的那邊的鞋屋頂 通常你把它蓋到十邊 其實他們五點都用 那那麼少啊 對那 而且他們一定是自己用啊 你用八片到十邊去算 說你要賣給外面什麼 什麼大堆複合啊 那而且他們的電費永不高 所以 只要算個八年十九年十年 他一定就會開始省錢了這樣 那我們的問題 像英國去年飆高他們的那個電禮店價 我朋友在那邊他跟我說兩年就會笨 呵呵呵 所以去年應該有高峰 你知道現在應該都還有 就是他們在屋裡 他們家的四片八片十片 是合理的 然後我甚至可以在Ebay啊 雅馬遜上面看到 美國或英國這樣的市場 是直接在 雅馬遜上面買到四片為一個組 或者是六片為一組 八片為一組 然後包括一些相關需要的一些配線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你可以選擇 就跟你學那個 嗯 EKI一樣 就是你可以選擇 自己拿回來 自己上卡上去去做 或是你可以選擇 那個 技師來幫你做 這樣之類的 所以他們是已經變成 一個非常親民 長命化的東西 都很沒有 我們基本上 你如果蓋了光電板 自己用 第一個你要去接那個 廠商不是太有 常常在用的這些線 所以他沒有直接有的一些 標配品給你 這樣 然後他還要做一些 相關的這些控油等等的 這些裝置 他不一定馬上就有 適合加部小型這麼小的使用的 所以 就會變成很高 可是我們的電量這麼低 低點 那你自己用的就是以 費電當下 這樣 我不是我沒有朋友自己用 就是為了 實現 就是人緣自主 真的這樣做 就是太有本 但是就是絕對太有本 你如果能自己用 不賣電的話 是 目前是絕對太有本 可能會不會有 那你自己用 我今天 我我現在 那你會不會覺得 你會不會聽 那你會不會聽 那你會不會聽 你會不會聽 我後面